哈囉 吳歌窟 阿托馬 都來了 你知道嗎 這一次參加品冠旅遊 來參加這個遊覽吳歌窟 一直是我的夢想 因為你知道吳歌窟喔 在歷史文化來講真的是非常非常 世界那個文教福祉嘛 對不對 而且你看 這一本 有沒有看到佛像 有一點淡淡的哀傷有沒有 超美的 我真的很想要親眼看到這個 這個吳歌窟的名字 好 來到這吳歌窟機場 然後這一次我遊啊 你看 冰冠旅遊好貼心喔 去了一本厚厚的設置 你知道為什麼要這個設置嗎 因為啊 如果今天你到了這麼多古蹟 有這麼多國相對不對 你忘了是哪裡對不對 你就先搬到這裡 然後說 小吳歌皇城 我們先拍一下 然後再拍照 然後是不是都記得 回來這裡抓編的時候 也非常的方便 哇 最近這個吳歌窟機場 跟我想像完全不一樣 你看好現代化 好漂亮有沒有 然後啊 我聽說吳歌窟啊 在1990年的時候 正式被這個 聯合國文教組織 判定為世界齊大的 這個文化印象 而且啊 最怒我印象深刻 就是當年 安檢麗娜成立 他拍了一部好萊塢電影 叫古木齊兵 聽說就在這邊取景的耶 啊 早知道我們要戴一下假髮 綁個馬尾 沒有啦 開玩笑的 好 我們現在走吧 我們去看看到底 吳歌窟找怎麼樣 迫不及待了 這就是吳歌窟機場啦 然後呢 這是我們這幾天坐的巴士 哈囉 嗨 안녕하세요 怎麼會這邊還有一個韓國人 沒有 欸 這是品冠的車耶 天啊 你看我們這幾天的車 哇 好的 一到了吳歌窟呢 我們現在來到了就是 我們今天晚上要入住的飯店 這個飯店呢 叫 吳歌 皇宮度假村 吳歌窟皇宮度假村 一走進來就可以感覺到 濃濃的這個檢視風情 哈囉 來到吳歌窟的第一站呢 我們先來到了這個 吳歌王朝度假客 哇 這邊真的好美喔 永遠來到柬埔寨加巴厘島的感覺 你看這站地有十一公頃的熱帶花園 多漂亮 小橋流水啊 是不是很棒 而且一進來的時候 他有送我這個 吳歌窟式的這個圍巾 感覺瞬間我就已經融入當地了 那 很想要仔細慢慢的品嘗這個美麗的熱帶花園 但是呢 導遊說呢 等一下我們有別的行程要走 到底是什麼行程 這麼好奇 讓我們都沒辦法好好梳醒一下就要趕 好我們去看一下到底有什麼 要不要回去 走 嗨 現在呢 我們來到了 吳歌的微笑 Smile of Anchor 聽說這裡呢 是一個非常厲害的劇場 門票 這門票VIP要120塊美金一個人 然後呢 我們應該是坐A席 A席是48塊 然後在旁邊呢 還有這個自助餐 一個人是12塊錢 阿君 等一下 神奇的感謝 阿君 他說 這樣吃起葡萄的謝謝 這樣就是像神一樣感謝你 阿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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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這就是我今天的 阿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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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各位有沒有看到現場人山人海的 超多人對不對 沒錯 現在呢 我們剛吃完的飯之後 接下來就要進去看這個 吳歌的微笑 聽說阿 這場秀可是好奇 以一、兩千萬台幣打造的耶 超大的舞台 阿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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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這麼大的客廳 再來就是這個 就是有這個布幕的床 我真的覺得從小看到很多西洋電影 布幕都超浪漫 你看我 是不是很棒 我最喜歡這邊還有這個 超大的浴室 我要跳下去了 它的浴缸很大之外 還有你看一下 這邊有你從這邊看 等等等等不用騙你 這邊有一個 兩個洗手盤 而且它非常貼心都幫你準備好 你看一下這邊 你看連漱口水啊什麼什麼什麼 全部都幫你準備好 所以從台灣根本不用帶任何行李來 在這邊就可以送送送 武哥緩工度假村的床 這是他的客廳 接下來請看他的浴室 有一個超大的浴缸 它有兩個 洗手台 洗手台的備品呢非常的豐富 根本都不用帶任何東西來了 然後再走進來呢 可以看到這是衛浴設備 在它後面呢 有一個非常空間非常大的 淋浴間 大家早 好這是白天的武哥緩工度假村 然後這邊是一樓的餐廳 餐廳旁邊呢 還有禮儀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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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